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跟奶奶做事呢 你怎么来了 我找你吃饭啊 你看都怪我 现在你都高三了 时间多紧张啊 我还让你帮着出来送东西 多耽误时间啊 你说是吧 小健 你最近啊 不要到处乱跑 尤其是晚上 你要好好学习 不然将来怎么生活 咱总不能混社会吧 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好好学习 走啦 小健 慢点 我看看 大晕呢 小健呢 快过来吃面了 来了 让开 小健呢 你要不要留意一下别的工作 奶奶 我在修理厂待得挺好的 好什么好 三教九牛什么人都有 我可不放心 奶奶 我也在修车场呢 要是有什么危险 我肯定打完她前头 奶奶 你放心吧 我怎么说也是警销出来的 不是我说你啊 你现在干的事情哪件跟警察有关系啊 好好好 咱们现在不提警察的事情 你看人马晓晓 你们一起长大的 人现在一个个的 将来都会有自己的出路 你就不想稳定下来啊 奶奶 我真的挺好的 你好 我能看不出来啊 你要是好 至于天天大半夜的开着灯不睡觉啊 哎呀 这天天踩在刀尖上生活 让我怎么能够放弃呢 小剑哪 你怎么着也得找个正经的工作 认识些正经的朋友 奶奶死了才能闭眼呢 您能不能别说这种话 您明知道我最怕离开你了 还说这种话来吓我 你今天在小剑跟面前说那些话是什么意思 我都说了几遍了 没什么意思 那你以后说话不要一样怪气的 你有什么就直说好不好 好 我应该这样说 欧小剑 希望你 不要和我女儿半夜约会 是吧 马达达告状 你要是没做 你还怕别人告状啊 我做什么了 你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啊 我就是出去跟他说说话 我没做错什么 我就不希望你跟他说话 我就不希望你跟他来往 他是什么人啊 他爸爸 那个杀人犯 还自杀了 他自己 都没个正经工作 一个物业游迷 我说了 他是我从小到大玩在一起的朋友 没有 他靠自己照顾奶奶 怎么就是无业游迷啊 反正我就是不允许 你现在还跟他在来往 你凭什么呀 没有什么凭什么 你没有这个权利 你 好了好了 说清楚就好了啊 这个 晓晓 不能跟妈妈这么说话啊 上楼 上楼 去 去上楼 我就不喜欢他这样降嘴 干嘛呀 干嘛呀 姐干嘛呀 你要是对我有什么意见 你直接跟我说 你要有什么疑问 你也可以直接问我 你去跟妈说那些 有的没的的干什么 我又不是故意的 我就随口跟妈这么一说 我哪知道他这么认真啊 姐 我保证 我以后不会乱说话了 姐 爸 我就不希望你跟他来往 他是什么人啊 都没个正经工作 一个物业游迷 最近啊 不要到处乱跑 你要好好学习 要不然将来怎么生活呀 咱总不能混社会吧 你们两个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这他有他的路 你有你的追求啊 如果我不想找到 你还给你一个人 没谈到 你看 你怎么办 是 你怎么能搞得 你怎么能搞得 不要 我不嗯 我 你 不管 我 王宝 我这儿正着急呢 怎么才过来 修理厂加班 小姐 今天老鼠哥过来 到时候介绍你们两个认识一下 老鼠哥过来 对 他想见 老鼠哥来了 老鼠哥 就让大远 欧小剑 老鼠哥 怎么现在才过来 小剑 老鼠哥太不喜欢用新人 我懂 我也是跟老鼠哥在下面做了三年 然后才跟他做事 别担心 来 来 来 兄弟们继续找点乐子啊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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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赶紧纸 这啥这个样子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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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鼠哥 老鼠哥 这小子 这小子 我不是让我讲这小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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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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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好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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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t 小剑 过来 快点 这次你谈大事 知道吗 怎么了 怎么了 蜀哥说你很有胆识 下次做生意一起待你 伸手可以 我看不惯阿姨 这才几天啊 瘦过很多 是 我已经加入老鼠他们了 你怎么做到的 具体过程就别问了 某小剑 你可别玩火 等等 接着 是 李叔 你怎么现在跟我奶奶 一样啰嗦 你放心吧 我有分寸的 我是担心 我担心你小子分不清真假了 真真假假都无所谓 对 只要你别让我骗他就行 你小子跟你爸真相 都把信任当生命的 别和我提他 信任 他辜负了我们整个家 小剑 有些事你以后会明白的 那你现在告诉我 他为什么去死 你怎么没有 姐 姐 起来了 姐 姐 起床了 姐 起床了 没发烧啊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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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没 没什么 我 我就想说 想说 静音音机真好啊 空气 好好 静音姐赶紧下楼吃饭 好 快点啊 啊 啊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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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可怎么办 别过去 我看不看 爸 妈 达达 姐姐呢 她 她也要自己先上学校了 这脾气还不小 早饭桌上呢啊 想着吃啊 爸妈上班了啊 姐 您怎么来包餐部了 小晓能 出 出大事了 出了个事了 我姐在家起不来了 别蓄了 怎么回事啊 我姐可能是 百分一九当饮料的 可好多好多 到现在没有洗 我没有一个满叔知道吗 我哪敢告诉我爸妈啊 昨晚我姐 还跟我妈吵了一架 超可凶可凶啊 那马上就要考试了 现在怎么办呀 怎么办呀 这条道道 您请一个假条 好 丸姐请个假 一定要管在老师通知家长之前 先拿到学校 要不好好洗 好好伺候吧 那我现在就去洗 好 你想怎么跟我回事说啊 就说昨天我过生日 马晓晓喝米酒喝多了 所以不能来考试 好 好好好 好好 你这样说 资因 晓晓突然感冒发烧 不能来到学校 需要请假一天 资因 什么资因 就写大白话就行了 我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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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摸摸我的袜子 那那就你写 写完以后下午继续请假 回席照顾晓晓 把假条给他增好 增好 考完试以后马上给苏老师 好吗 打起床下来 姓邓啊 要吆龙 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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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 请进 是 苏老师 这是马晓晓的妹妹 偷偷给你们带的架条 马晓晓的妹妹 她人呢 她把架条给我就辛苦了 说是还得照顾小小 哦 我刚还想给她妈妈打电话 行了 我知道了 苏老师再见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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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关了啊 应该过关了 达达说这张架条 是她拿她爸的笔记描的 所以没问题 我都知道 好好信不 还行吧 你们都不知道 我刚才要是晚进去一步 苏老师就给牛鱼单位打电话了 走走啊 这人 哥 哥 好好 晓晓呢 回家了吗 我去图书馆学习 然后那个晚点回家 你跟外婆说一下 好 好 曾航 曾航同学 我是图书馆跟你说话的那个 我叫吕菊 高三一班的 哦 什么事儿 我听说下学期的保存考试 是在天河那边 我们可以去 环市东路的友谊商店逛一逛 哦 我不喜欢逛商店 嗯 嗯 那我们就去图书馆学习 我习惯了一个人学习 可是图书馆也不是你一个人啊 哦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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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叔老马晓晓真的给了我一种 人生升华的感觉 当然升华了 这个感觉 就像一个从来不会武功的人 突然当了武力盟主 哎 你们说晓晓现在醒了吗 会不会很难受啊 我待会去看看他 应该没什么事了 苏老师 你们是在担心马晓晓吗 哦 对 我们是在想 晓晓是不是还在发烧呢 我正好去马晓晓家家访 哎 你们不都是麻洋街的吗 一起走吧 哦 苏老师 嗯 我们现在要去图书馆还书 然后才会家 哦 那我先去麻洋街了 你们也别太晚回家啊 好 好 苏老师再见 我以为这都结束了 你现在怎么办 这样 我们一定要赶紧苏老师到麻洋街之前 先到麻洋街 通知达达 走 那一谈都给你喝光了 完了 我们今天好像要考试 这都放学了 你考上试 放心 我都给你请好假了 爸妈和老师 都不知道你这次的疯狂 你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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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哪儿 我去哪儿 哎 我去哪儿 小典哥 小典哥 我们这次一定要帮小典 渡过难关 没有时间了 小典 她怎么了 好 妈 杨青 宋老师 这么巧啊 你回来了 小宝 等等 你们都回来了 我们现在 去街口见你们老师 以带路的名义 尽量在车药园 这边 那带我去一下吧 好 我们带您去 小宝 鞋带怎么开了 宋老师 等他记一下鞋带 你们最近都写完了吗 写完了 写完了 那好 这边 苏老师 看 这是我们家 要不要借你喝点水 下次吧 苏老师 这边 小孙 你就等待荣书下 如果看到牛姨和马树回来 想尽办法偷渡他们 千万不能让牛姨和老师碰面 明白了吧 明白 请 上班去啊 文哥 上班去啊 前姐回来啦 对对对 刚买完菜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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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姨 牛姨 您回家去 做饭 牛姨 牛姨 怎么 找我有事啊 对 牛姨 孩子 时间不早了 我得赶紧回家做饭 你 你 瞧我这记性 是不是你妈 让你找我来的 正好 我正好有好消息 要告诉你妈 走 到你家去 我 没事 还说没事 好好休息啊 姐 喝点水 苏老师 这就是满舍小家 那谢谢你们啊 好 那 那你们先回去吧 好 老师再见 再见 苏老师来了 你给我玩出去交代一下 不行 不行 我 苏老师知道之后会影响你北大宝送的事情 交给我和达达吧 你休息会儿 走 走 有人吗 我是马小小的班主任 老师好 老师好 你们是 我是 我是欧小剑 是晓晓的朋友 你好 你好 这个是晓晓的妹妹达达 老师好 好像在学校见过啊 我听说马晓晓生病了 就想来做个家访 看看她 教掌们还没回来吗 他们不回来了 不是 达达的意思是叔叔阿姨 晚点回来 那我方便进去等会儿吗 顺便把这次保送考试的资料留下 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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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怎么进卧 那要是刘姨突然杀回来就惨了 马叔 刘姨 我 我要去东东家 您先去吧 好好 你去吧 今天你怎么在家啊 你没上班啊 你怎么回来了 老孙 你喝酒了 老孙 不是说你别喝酒 你那身体你哪能喝酒啊 一喝你就算了 今天就是想喝你 给我 你 老孙 你这是怎么了 你别喝了 我跟你说啊 媳妇 我这窝囊 别生我气 这次公安选拔 我们选上 为什么没选上 你那么优秀 为什么没选上吗 选上郑阳阶的联防队长呢 他怎么比你强 他不如你啊 是 我哪点不如他呀 你说 颜阳 行了 行了 爸 你别难受了 没事的 不行咱们还有下次嘛 是吧 下次啥时候 下次好年马月了都 莉莉 莉莉 晚上吃鱼啊 对对对 大白天的喝酒啊 上次你不是说你酒店的工资低吗 让我帮你物色新的工作 我打听了 有两家真的不错 哪天 我陪着你去看看 你工资啥时候降了 我怎么不知道 没有 你 你 你不是要选拔吗 我怕 怕让你分心嘛 这什么意思你这 你把我这么严当什么人了 我等着 怎么样 他没选拔上 怎么借酒交仇 我倒又不能喝酒 永泉 我不让他喝酒 永泉 莉莉 我去买一瓶酱油啊 刘姐 媳妇 媳妇 拿着 永泉 拿着 干嘛呀 我要钱干什么 拿着 干什么 买包去 老公 我不用 你包不是换了 早就该换了 现在就去买 我还能用 现在就去买 去买去 去买去 要不我带你去 不买还不行了你年费 三个月 别撒酒疯 你打死我了 你这四方钱哪来的 我 我想给你个惊喜 我 我想给你个惊喜 好 我就不上去打扰了 看来你家长应该很晚才回来 那我就先走了 老师 我送你 不用 不用 达达 你快回去照顾你姐 这马上就要高考了 让她好好休息 好 好 老师 我送你 好 来 这也能走啊 能走 老师 今天辛苦你了 应该的 你说一个班这么多学生 你也不容易啊 易东东 苏老师 你怎么还没回家 我 我来送送你 不用 不用 你们好好复习高考呀 比什么都强 我先走了 老师 我们一起送你 就送到这儿吧 前面的路我也认识了 苏老师再见 我先走了 苏老师再见 你好 苏老师 晓晓妈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刚回来 正要回去做饭嘛 我还以为 你很晚才回来呢 苏老师 易东东你怎么了 怎么了 快去把你们老师支开 快去 快去 怎么了 易东东 苏老师 我想问你点事情 你不是三班的增行吗 有什么事吗 我想问一下 关于保送考试的事情 保送考试 来 咱们去评试 没事 没事 那晓晓妈 咱们有空再聊啊 好的 好的 再来啊 白子 没事吧 没事 阿姨 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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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不然到家里去喝点水 行 好 来 老师 慢点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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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唱过了 阿姨 我好多了 哎 慢点儿 慢点儿 哎 达达 小小 牛阿姨 扶我来家里喝水了 东东 太好了 你不是让小小刚才都吐了 不过 小小怎么了 啊 太疼 我是不是特别纯啊 大家眸历了这么久 就因为我 牛一还是发现了 也不能全都怪你 我一肯没有用嘛 把大家的努力全给浪费了 不过幸好苏老师没发现 不过幸好苏老师 我知道小小为什么会喝酒 昨天我们刚讨论过 小小问我 如果能叛逆的话 第一件事情会做什么 我说 当然是喝酒啊 因为可以借酒消愁 那小小借酒消愁 是因为跟酒鱼吵架吗 其实小小挺不容易的 从小吧 牛一就管她管得特别严 她总是否定她的想法 小小总跟我说 感觉自己都快 喘不上气来了 时间不早了 我先走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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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道理来说 你现在应该没事呀 还行 我觉得我应该归得久 妈 妈 看我的瘦身 早晨看到你姐不好 还瞒着我和你爸 是 走开 我去吃了 零脚包的 赶紧把它喝了 会舒服一点 谢谢妈 可以 吃 素老师送来的资料我看了 北大宝送的考试 你要想去 就去试吧 真的吗 真的吗 晓晓 你到北京见识一下 也行 可是 你一定得回来 这毕竟广州才是你家嘛 这是我的家 我肯定会回来的嘛 谢谢妈 快 哼哼哼 哼哼哼 姐 回神了 昨天的事情我都知道了 谢谢你们 帮助了马晓晓 感觉自己的人生也得到了生活 走了 年纪第一的马晓晓 竟然会因为喝醉酒不去参加考试 说起来没人相信吧 好 索性在我小剑的指挥下 总算是有惊无险地度过了这次危机 这也成为了那年夏天 属于麻洋街小伙伴共同的一次疯狂经历 只是 原来耀眼骄傲的马晓晓 心里也有困扰他的阴霾 我无比地希望自己能够发挥所有光热 帮他扫除阴霾 只是那时候的我 还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做到 又该怎么做到 但我能确定的是 我一定会努力的